安全 以上是VOVO給人的第一印象 可是今天在我身後這輛的V60T6R比賽 卻比起一般車型跟多了不一樣的運動感 因為它選配了價值超過36萬元的Polestar套件 至於多了這價值36萬元Polestar套件的V60T6R比賽 比起一般的車型差異又在哪裡呢 我們趕快來試一試吧 就外觀來說 最明顯的地方 除了車尾老流尾翼 加了Polestar字樣的運動化排氣尾管之外 雨圈也升級為19吋跑車化式樣 排氣量2.0升機械與渦輪雙增壓引擎 透過引擎電腦軟體升級 提供310匹最大馬力與43.9公斤米扭力 結合8速手自排變速箱傳遞 能在6秒內完成0到100公里加速 隨機上路 它的整體動力輸出感變得比較運動化 特別是在退堂之後 它的油門的安浪的反應也變得比較清楚也比較明顯 對於駕駛來說 就像不斷誘人升踩油門加速的催化劑 懸吊避震 換上調降5公里的Polestar套件 所以提升不少過彎的穩定與支撐性 不過在遇到較差的坑洞路面 也會明顯感受彈跳感 使舒適感略為降低 整體內裝能維持原本格局 並無太大的新鮮感 但為提升更為樂寫的駕馭感受 細節部分 如排檔桿頭也增添Polestar灰式 儘管在V60T6R底賽Polestar之上 還有今年9月剛抵台的最強旅行車 V60Polestar 不過限量10輛的配額也早銷售一空 且在同機對手中 能有B&W 330i M Sport 奧迪A4 Avant 45T MSI 賓士C250 S10 AMG Line 因此要如何讓V60T6R底賽Polestar 吸引更多性能買家目光 也將是原廠無法忽視的首要客 動新聞台北綜合報導